你们知道到底是怎样的一支战队 才能让所有的王者荣耀选手和解说 都需要到集体破防吗 最近在王者荣耀挑战杯中 运气不下的火爆战队 才刚刚走出K奖的大门 就对上了A4大Pro战队 这种刚出新手村 就遇到满级大boss的剧本 不禁让人想到了 当初试官上的Rooks 跟东莞WZ这两个倒霉蛋 而同样 在看到这个出现结果后 几乎所有的人 都提前给这支战队 全排了死刑 火爆A4大上上前 就讲了火爆 炸弹位 当令大家没想到的是 在得着这个消息后的火爆队 不仅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懈怠 还十分嚣张的在微博喊话A4大 只让大家对他都有点刮目相看 纷纷跑到火爆观博下 糊涂了起来 更没想到的是 在比赛开始后 他们每一场 竟然都能打得有来又回 虽然最后还是以0比4 输给了A4大Pro 但不管是决定下了灵性反杀 还是兑现时的强势压制 又或是团战时的勇往直前 都让我们看到了 真的对我的任性所在 风杰打出身价了好吧 风杰身价打出来了 而在比赛结束后 因为战报发得及时 被网友调侃输得太快时 他们却坦然地回答道 并没有准备赢的稳案 这周明智山游湖 偏向虎山行的乐观心态 压着他们收获了 无数观众和对手的认可 或许 就像他们告别战报里 所说的那样 挑战者 接王者 至少他们迈出了 成为强者的第一步 也让我们知道了 在练一个没什么人关注的赛场上